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2003年春夏之交 在山东省林仪市 王羲之故居纪念馆的 扩建工程中 一座高规格近代大墓 惊献于世 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 在墓葬的东西两座墓室中 埋葬的竟然是三名身份不明的 幼小孩童 其中东墓室埋葬了两名孩童 西墓室只埋葬一名 他们都随葬了大量精气 考古队员推断 这些孩童 以成人之礼下葬 其身份很可能非同一般 这么高规格 一座墓长 陪葬了这么精美的水晓品 埋葬了三个孩子 最终 他们依据墓葬时代 推断三名孩童 与当时的狼牙王 司马氏家族有关 司马延建立晋朝后 将27个皇族成员分封为王 各自拥兵一方 其中司马轮被分封至山东陵营 成为司马家族在陵营的 第一代狼牙王 此后这一只皇室成员 一直生活在陵营一带 不过 在进一步推断墓主人 与狼牙王司马氏的关系之前 考古队员必须先解决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名孩童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墓主人 古代合葬墓的墓主人 一般为男性 然而考古队员并没有 鉴定出孩童的性别 也没有在墓葬中 发现能够表明墓主人身份的 直接证据 因此他们只能围绕随葬品 进行分析 有人根据西墓室中出土了铁刀 弩基等兵器 推断西墓室中埋葬的是一名 男性墓主人 而东墓室的两个孩童 应当与墓主人属于冥婚关系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西墓室埋葬的 不是男孩 而是一名女孩 其依据也同样是墓葬中 出土的器物 可以说是披荆带荫 那个头发插着金盏子 金材 然后小孩的手臂 套着金串 要从他这个装饰看 自然而然的 让人想想这应该是个女孩子 但是管理呢 他又随着了 而且一些适用性的一些兵器 比方说适用性的大铁刀 包括通路级这些兵器 当时还没有进行人工检定 所以我们金益从谷歌来讲 就从肉眼还难以判断 郑同修是山东省博物馆馆长 也是当时喜艳池静墓 发掘队伍的领队 三个孩童的性别 也是困扰着郑同修的一个难题 这是西牧师关内 头骨附近出土的两只金簪 它们规格一致 长约14厘米 三手为球形 这是在同一位置出土的两只金钗 它们长约4.2厘米 弯成U形 截面呈圆形 这是在孩童尸骨胸部为止 出土的穿孔金珠 共计43厘 金珠颗粒直径0.6厘米 手指套着是一个金字换 脖子上有一个 具有意思的金翔脸 真的就是金珠串成脸 所以这个小孩 可能是银鱼号 太平预览记载 皇太子纳飞有金串二双 金串也就是金手镯 考古队员推测 西牧师中的孩童是个女孩 出土的金手镯 就是她嫁入王室的实物证明 如果这种推测属实 那么同样在西牧师中出土的 铁刀 弩机等兵器 又该怎样解释呢 当时在这个时候也流行 也说得过去 这个女孩呢 也有随障兵器的这个习俗 在史料当中呢 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未进禁时期 女人上午随障兵器也是有的 考古队员推测 如果西牧师埋葬的孩童为女性 那冬物室中埋葬的就应当是男性牧主人 这也意味着 在冬物室中埋葬的两名孩童里 其实只有一名孩童是真正的牧主人 那他到底是谁呢 为此 考古队员把目光聚焦在 狼牙王司马氏的家族历史中 公元317年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瑞 将自己的儿子封为狼牙王 但这个儿子在受封的当年就去世了 于是王位由其孙子司马安国继承 然而 这个不满一岁的司马安国也于四年去世 几个月后 司马瑞最疼爱的小儿子 司马患身患重病 为了给他出息 司马瑞将司马患封为新的狼牙王 然而就在寿风当天 不满两岁的司马患突然病重而亡 据禁书记载 司马瑞在司马焕死后 为他娶了姻亲 还打算为司马焕营造陵园 后来又将司马安国 牵葬到司马焕的旁边 东牧室中埋葬的两个孩童 与史书记载的这两位狼牙王的情况 十分吻合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东牧室中埋葬的孩童 很可能就是司马焕和司马安国 西牧室埋葬的这孩童 与司马焕应当属于冥婚关系 那么在中国的围经时期 这时候确实是存在一种细数 命魂制度 如果西牧室是男孩的话 那么说它可能是一种 命魂制度的一种反应 还有其他发掘这些通路 包括这个追障温献记载 推称了可能与浪牙旺 让它浪牙旺有关 是旺之旺废的关系 牧主人究竟是谁 又究竟埋葬在哪一个牧室 尽管争论的双方 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但这仅仅是他们做出的推断 并不能成为谜题的最终答案 就在考古队员努力分析 三个孩童的身份时 又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2003年6月7日 当他们以为洗艳池禁墓 已经发掘结束时 工地上传来了新的消息 施工队伍在已发现的禁墓附近 又挖出了青砖 这个消息让考古队员的心情 回到了兴奋的状态 他们推测 这很可能又是一座墓葬 当他们来到施工现场时 果然不出所料 这些青砖 与之前发现的青砖 别无二致 他们的脚下正是一座墓葬 为了区分在洗艳池 先后发现的这两座墓葬 考古队员将其称为 洗艳池一号墓和洗艳池二号墓 2003年6月8日 考古队员开始发掘 洗艳池二号墓 在逐层向下揭开风土时 考古队员在距离地表 约0.9米处 发现一层奇怪的地砖遗迹 略成产型 平面并不规整 中间用碎砖铺地 在二号墓铺着这层砖 还有一些发现的 这个柱动来看 它应该是一个墓建好了之后 是一个用于这个祭祀的一个场所 然而 最吸引考古队员关注的 并不是这一层地砖 而是这层遗迹中部偏西位置的 一个不规则的塌陷原度 根据经验 墓葬风土中出现的原度 很可能为稻洞 考古队员的心情 因此变得有些失落 盗墓现象层出不穷 许多贵族大墓都难逃一解 这给考古队员留下了许多遗憾 这座墓葬难道也遭遇了盗墓贼的洗劫吗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史研石浸墓的二号墓 它是一座这种圈领的单式墓 和一号墓的结构 还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从这座墓造建筑 所使用的这种材料 像是砖的大小 以及这个墓所砌出的方式 像墓壁砌出的方式 墓底呈规备这样的这种隆起 以及它出土大量的 同时一些文物来看 它依然是所技能的墓造 当考古队员进入主墓时候 他们发现地面一片狼藉 也在墓室东壁上看见了倒洞 这令他们感到疑惑 为什么一号墓没被盗 但相距不过35米的二号墓 就被盗墓贼光顾了呢 根据这个二号墓的风土 压着一号墓的风土 来看二号墓应该比一号墓稍晚 之所以这个二号墓被盗 一号墓没有被盗 也跟这个一号墓的风土 把这二号墓埋起来了 应该是有关系 后来来盗墓的只知道 有这一号大墓 他不知道风土的底下 还有一个墓 遭盗扰之后 喜宴池二号墓中的随葬品 损失严重 地面上随约只见一些陶器 瓷器 铜器 不过 让考古队员略感欣慰的是 他们还是清理出了一些 珍贵的文物遗存 这是一件瓷灯 通高约14.5厘米 通体使清黄釉 上部呈长口碗状 中部有一圆柱形中空承柱 下部为一斜腹平底的长口承盘 引人注目的是 在橙柱的一侧 揭有一根向上弯曲的龙手柄 并细致地雕刻出龙眼和龙角 形态十分生动 与龙手柄相对的另一侧 则贴有一个姿态怪异的兽型装饰 在喜宴池浸墓已出土的瓷器中 这一件瓷灯显得十分小巧精致 自汉代以来 精致的灯有着丰富的造型 其中多数与动物相关 这是十五连展铜灯 其主架上方素有游动的奎龙 他出土于战国中山国王挫之墓 这是铜朱雀灯 脚踏有一条盘龙 他出土于西汉中山靖王 刘胜之期的物葬 喜宴池二号墓出土的这件瓷灯 同样有龙的形象 这是否也意味着墓主人与王族有关呢 除了这件青丝灯之外 考古队员还清理出了百余粒细小的白色珍珠 这些珍珠中间有一穿孔 因为佩戴所用 这是牧师中出土的红色玛瑙珠 表面光滑 两端稍微磨平 中间有一小型穿孔 最让考古队员感到振奋的是 他们还发现了木棺漆皮 以及两具人骨 但是这个墓葬呢 是两具人骨架保存的很好 棺材呢已经是腐烂了 应该说是漆皮啊 漂落的麻木都是都是 二号墓的发觉 他自然的这里出了两个大人 一号墓出了三个孩子 出了一号墓三个孩子 他自然的关系 乃人寻伪之外 这只让二号墓出了一个形的问题 就是这一对称认 和这三个孩子就没有关系 他们是不是有学院关系 或者就是他们的子女呢 这是散乱的金氏残片 其中一件保存较好 略成桃形 四孔雀开瓶状 直径约1.6厘米 其余皆为细小残剑 上面坠满金素粒 考古队员推测 这些金器很可能是某种金式的零部件 考古队员猜测 如果喜宴池二号墓没有被盗 应该还会存在更多类似的贵重随赡品 这个二号墓虽然规模更大 但是虽然贫胜胜利不太多 包括管上的一些装饰 这个顶着都是纯紧的 但是这个墓葬呢 任骨包存的很好 所有两具人的骨架 成人的骨架 当时就判断 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然而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明 喜宴池二号墓的墓主人身份 也无法得到解答 2003年7月2日 历经约20天后 喜宴池二号墓的现场发掘公诉 宣告结束 施工现场也没有再次传来 发现物葬的消息 考古队员原以为 喜宴池二号墓 可以为一号墓的谜题提供线索 发现二号墓本身 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谜题 二号墓中埋葬的这两个人是谁 他们和一号墓的三个孩童 又有没有关系呢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现实情务发掘 如果深入思考法 它有很多的问题 很遗憾的是 我们并没有缺招的证据 来证据它 从发掘结果来看 喜宴池一号墓和二号墓之间的距离 大约只有35米 如此近的距离 让考古队员做出了一种推测 一号墓中的孩童 会不会就是二号墓中的 成年人的孩子呢 为了进一步解答这些疑惑 考古队员最终选择 将人骨样品 送到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进行专业检测 在等待结果的同时 考古队员也开始 对这一座墓丧出土的器物 进行研究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许多 与墓主人身份 同样重要的文物信息 这是在喜宴池一号墓 西墓室中出土的一件青铜器 考古队员根据其特征 将其命名为同仙人骑尸器 尸身肌肉饱满 昂首张口 双目圆凳 河下有长须 颈部是有棕毛纹 肠尾下垂 四族雄聚十分稳健 骑在尸身之上的人 上身裸露 下穿长裤 双手平伸 右手掌向上 呈托墓状 左手握住一个统形器 从这个现任骑尸器 它是发现的 这个一号墓 西侧墓室的这个 动物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胡云骑尸器制作得非常的精明 很威武的一个狮子 仙人 其实他这个仙人也很威武 也很潇洒 一看就不是这个凡人 不过 最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 并不是这件器物的用途 而是它的造型 这种仙人其于兽背之上的造型 在中国古代器物造型设计上 并非各立 这是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的 一件清幼仙其兽器 此兽符握于地 姿雅争悟 一人其于兽背之上 双手握住兽脚 造型与这件同仙人 骑尸器十分相似 无独有偶 在喜宴池镜幕中 也有类似造型的 青丝器出土 考古队员将其命名为 青丝胡人骑尸竹台 最精美的一件 胡人骑尸 毫不顺赏 当时 请离这个歌声中 正好我在里面 我兴奋得不得了 一看毫不顺赏 那么精美 我就爽手捧着 学习的时候 爽手捧着 交代外面的同志 接着说 我说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碰了 是吧 现在后来这个清晰以后 你可大家看到 是在我所见到的 同类文物中 这是最精美的一件 在这件器物下部 一头卧室怒目圆凳 呈张口疗牙状 横下又须 肠尾呈树叶状下垂 尸身上亦有圆形斑纹 在器物上部 一胡人高鼻大眼 落腮胡须 并须上翘 头戴网纹卷颜高筒帽 端坐于尸背之上 目视前方 呈现出驾驭雄狮的威严气派 这件胡人骑狮系呢 它的精美程度和保存完整程度 是我在其他地方没见到的 它这个胡人 身目高鼻 骑着一个雄壮的一个狮子 戴着高高的这个绽帽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热衷于 狮子这种动物形象呢 其实 狮子本不是中国产物 在《前汉书西域传》中 狮子被记载为一种书方异物 东汉时 由异域传入的狮子 已经被神化 魏晋时佛教兴起 狮子也随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 走向民间 成为民间辟邪纳吉的日用器物 和牧室中的镇木兽 由此可见 狮子已经被当作一种神兽 寄托着古人 对祥味的期待和追求 在中国古代 能够骑移瑞兽之上的人 一般被视为 具有神话性质的仙人 不仅仅是对器物造型好奇 考古队员对这种青磁材质的绥葬品 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是因为在喜宴池木葬中 青磁器的数量十分可观 这是一件青磁碗 口径约18厘米 高约7厘米 外壁口颜下 是有两株凸弦纹 磁碗表面 是有一层青黄柚 与青磁碗相似的 还有这件青磁布 口颜下 是有一株凹弦纹 腹部 是有一圈斜网格纹带 更为独特的是这件 小巧的青磁鼠 体长约4.5厘米 身躯中部拱起成扶卧状 鼠身刻有毛须状纹饰 眼睛耳朵十分逼真 静磅当中出土了 很多静美的磁器 气固质保存得很完整 破得很少 右色也很纯正 都是标准的斗青色 气形规整 非常的静美 这在我们北方同时期的 发现当中 还是首须一指的 那么喜宴池中的这些青磁器 都是从何而来呢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 考古队员必须从这些器物的特征入手 有这个盘口湖 技术湖 这个碗 薄 弹 罐 这一套的磁器 这一看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 从造型还是右色来看 它的精美程度 都是南方越有的产品 越有的青磁器 考古队员认为 这些磁器与江浙一带出土的 西径磁器很相似 这让他们想到了一个著名的磁窑 岳窑 在中国古代 有一个地方 以出产青磁而文明于世 它就是越州 即今天的浙江渝窑 尚于一带 这里的紫窑也被称作岳窑 自东汉开窑以来 岳窑青磁逐步发展 到魏晋时期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 索窑青磁种类丰富 动物题材也十分普遍 自春秋以来 四通八达的水系 将长江中下游地区 和山东灵溢地区连接起来 从而搭建起南北交流的重要渠道 考古队员推测 盛行于江浙一带的 精美的岳窑青磁 很可能就是在南北地区的政治 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 流传至临沿世家大俗的生活力 在当时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林野 虽然是到了南北朝时期 还要比较稍晚才开始烧制磁器 在这个时期 我们这地方还真的烧不出 这么高级的磁器来 这里是林野市博物馆 现在我们这边来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喜宴池静墓专题展厅 在2003年重修王羲之故居的 喜宴池静墓中出土的器物 大多在这里保存 并向观众展出 这些器物在经历一千多年的封存后 再次向世人呈现出丰富的历史细节 当这一切快要尘埃落定时 2016年考古队员等待的人骨检测报告 终于有了结果 然而这个检测结果超乎了 所有人的想象 报告显示 喜宴池二号目中的两个成人 为一男一女 但与考古队员的推测相反 他们与一号目中的三个小孩 都没有直系血缘关系 更加让人震惊的是 喜宴池一号目中的三个孩童 都是女性 这样的检测结果表明 一号目的牧主人 与狼牙王司马焕和司马安国无关 更谈不上是王子和王子妃的关系 意想不到的检测结果 让本就疑云重重的牧藏情况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人们对牧主人的身份 也有了新的猜测 我们相信科学 我们相信我们的任务检论 特别定义这个检论 它的是科学的 是真确的 如果相信它是真确的 那现在根据定义检论的结果 一号目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 他就不存在命魂关系了 虽然用兵器 可能是男孩这个推偿 就把那个推偿推翻了 这就变成了 要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关系 三个女孩 这些被藏以大理的人究竟是谁 没有充分的证据 这个谜题仍然难以得到准确的答案 不过查明牧主人的身份 并不是考古队员在工作中 追求的唯一目标 他们发现 不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出土器物 喜宴池墓葬始终具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实际上现在就是在 我们发现这两座墓的周边 还会有类似规模的大型墓葬 这应该是一个家族目的 目前山东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两座大型墓葬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是2003年 我们王羲之故居 在二期扩建的过程中 发掘出山东省内第一 全国砍建的近代墓葬 正是由于喜宴池静墓 所拥有的独特价值 它被评为2003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也为人们研究近代社会 以及狼牙王司马氏家族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喜宴池静墓发掘后 一座静墓博物馆 在墓葬原址上落成 得到保护的墓葬 向人们展示着一千多年前 古人留下的痕迹和故事 光阴流逝时过境迁 当人们在亭台宣泄间 感受王羲之的大家风范时 也会感叹狼牙王司马氏 曾经在淋漓这片土地上 度过的沧桑岁月 尽管如今距离喜宴池静墓的发掘 已经过去了18年 但那个激动人心的发掘故事 依然在淋漪 发出阵阵回响 那些未解之谜 也在继续激发着人们 无尽的想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